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很开心能来参加这个真心英雄的专场 真的 哎呀 真的 写稿子真的太难了 因为我们和警察之间就没有什么故事 和警察有个故事的呢 又没办法上台讲 这是什么玩意儿 结果他们找了一个看上去和警察有故事的 然后我就被扭送上台了 哎呀 先聊聊我今年回家过年的事吧 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回老家过年之后 村民真的太热情了 疯狂要求和我合影 我当时都有一种乡村顶流的感觉 真的 就是我回去之前 当时的领导还跟我说 说志生啊 你回来带动一下家乡文化 结果没想到 我回去直接带动了家乡的饭圈文化 就是你们见过六七十岁的私生饭嘛 那老太太和你合影都以命相逼 而且在真的回去之后很多人也很夸张 我来跟我说志生啊 你是咱们历史上第二个这么出名的人 第一个还是孔子 我当时就很紧张 结果没想到我刚想解释旁边的人说 哎 孔子怎么能和志生比了 我后来还解释了 我说首先是我没办法和孔子比 第二 孔子也不是咱们县的呀 然后回去之后 还有两个警察过来找我合影 真的跟警察合影 警察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跟我说说志生啊 咱们三个合影 你就别占C位了 你占C位也太像我俩刚立完公似的 说完我真的很紧张嘛 我手也不知道往哪放 他还在那看着我真的 还跟我开玩笑啊 说志生 你要真不知道往哪放 你要不就这样 哎呀 通过讲脱口药 我也认识了一个警察朋友 真的 这个警察朋友 我俩刚认识的了 他就跟我说说志生啊 我就希望咱俩以后 就一直保持这个朋友关系 千万别一不留神 成了工作关系 而且随着我们行业 和他们行业越走越近 他对我的监督也越来越强 现在只要有一人出事 他就发给我一张手铐的表情吧 然后佩文娱乐圈以后就靠你了 真的 这是我见过最吓人的邪音课 而且啊 就他对我的监督之言 让我总有一种 我在娱乐圈里刀尖舔血的感觉 就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跟他说 我说我又不是法盲 我不会自法犯法的 他说对 你不是法盲 但你是社盲 我害怕你看不清法律的红线 而且为了这次专场 我和广志 我俩还去跟着反诈民警去街上 参与了反诈宣传 我俩去宣传反诈 看上去就特别有教育意义 真的就我俩那个朴实的形象 那片子看见我俩说 警察这是出来钓鱼执法了 说这俩诱饵也太诱人了吧 这俩诱饵 而且啊 而且我俩真的是有些紧张了 明明是一个反诈宣传 我们过去就给一个阿姨 我说阿姨啊 我们这是一个诈骗宣传 你一定要过来支持我们一下 那阿姨听完都懵了 说小伙子 你们是第一次干这个吧 这个可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呀 但我真的认为反诈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我之前也被骗过 我之前就买玉的时候就中奖了嘛 中了一等奖 500块钱买了一个5000块钱的玉 还告诉我 说这个一等奖全国就只有三个 我当买完玉可开心了 感觉自己很幸运 结果没想到更幸运的是 过了几天 我爸和我妈 分别又一人中了一个一等奖 全国最幸运的三个人相遇了 我当时就想还真是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幸运的家庭都是一等奖 真的很开心来参加咱们这个真心英雄的这个专场 这是我路过最安全的一次专场 真的有你们在 我们一直都很安心 谢谢大家 确实啊 团哥给大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创伤是吧 播出了一个月了 就南庭已经上了三次热搜了 我听到这听 哎 怎么还没有我们 那鱼这个审视水平不太公平我发现 今天呢 健康专场 给大家治愈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情歌 之前写的歌不都很燥吗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健康的主题 特别适合写情歌 所以特意写了一首 老师 灯光 请欣赏歌曲 白色生死恋 已经忘了 失灭了几天 今天又睡不着 所以想起她的脸 告诉自己忍住 不要跟她见面 但如果不见 痛苦又会多一天 所以我来了 所以我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恋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恋 我们的白色生死很亲密 她了解我所有的过去 有家族一场病死 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一点点秘密 还得过自创 也不用尴尬 她总能缓和我尴尬的情绪 因为我也想当鸡飞大王 她有些时候也有点调皮 想突然考验我们的默契 会毫无防备在我面前唱一段旋律 当她唱出美剧 啊啊啊啊 我总能解下去 第一次见面 她就叫我闭上眼 在我耳边说 你倒是增开椅子呀 我毫无保留 把真心对她展现 她掌握着我的X光片 但是刚刚她让我有点心慌 因为她对我的态度变了样 好像有一些话不好意思 亲口对我讲 那个 我一问 原来是要提前见我的家长 这个病确实得给家属聊一下 不要让我的爸妈紧张 所有问题我都能自己扛 这么年轻 我知道因为工作 熬夜身体呀健康 还好我之前买了保险 上微信服务 找腾讯微博 帮你选保险 真的懂保险 可是分别总是在所难免 转眼就来到了分开的瞬间 不知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 别走 他有点不舍还有一点眷恋 真的别走 在我离开之前 他留下了美好的 住院 这个病你得住院 你得住院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年 谢谢 很帅呀 谢谢 掌声有请 效果 魏忠贤 徐志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志胜 真的啊 真的 太坏了 太坏了 但总太坏了 我这女朋友一来 又给我安排练钟 还说我是魏忠贤 对我女朋友的打击 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真的 我就是真的就挺喜欢交朋友的 属于和谁都能聊 她们让我去招待鸟鸟啊 就是坏 想看我和鸟鸟尴尬 结果没想到 鸟鸟和我在一起 话可多了 人设都快撩崩了 鸟鸟和我在一起 就是效果百灵鸟 我前一段时间啊 其实也去录了桃花雾 但是正好错过了 那尴尬的九分钟 收获了快乐的一生 真的我去的时候 节目还没播 但大家对我都很友好 我在那里还感慨 我说真后悔 没有早点来啊 旁边还有人说 说你早点来 是真后悔啊 我当时是真不明白 然后节目就播了 就是后怕 但是在庆幸之余 又有点遗憾 就老想找一下刺激 我就想说 为了欢迎我 不办个篝火晚会啊 我节目都准备好了 而且我 我之所以显得比较色牛 是因为我聊天的声音 特别大 话还特别多 所以大家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显得特别累 有一次我跟另外两个人 在那聊天 聊着聊着 他俩在我左右 忽然互换了一个位置 我都懵了 他俩还给我解释 说感觉靠近你的这边的耳 已经听力下降了 我听完也很贴心 我说你早说呀 你俩别动 我围着你俩说 哎呀 但色牛有一个问题啊 就你色牛久了 回家之后 你就特别容易感到孤独 就我自己回家之后 我就经常会在那里喊 你知道吗 就在那里啊 真的有一次啊 邻居遛狗的时候 碰见我了 跟我说 说你家的狗呀 没事也得遛 说要不就是会在家里乱叫 我说 我这不出来散步了吗 聊聊拍马屁吧 聊聊拍马屁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拍马屁这个形象 这么深入人心了 就是现在领导 没事都夸我 说自身的马屁 拍的是最好的 最用心的 最与众不同的 有时候夸得 我也挺不好意思 我说领导 你快别说了 哪是我拍得好呀 都是你领导的好 哪是拍马屁呀 就是说点珍惜话罢了 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事 就是现在领导 心情不好了 就来我面前晃悠 也不说话 但我多懂啊 上去就是一顿猛派 领导很开心 摇摇尾巴走了 很多人就好奇啊 说拍马屁都很招人烦 为啥自身你不招人烦 因为那要烦我的人 我也拍 越烦我越拍 拍他个刚中不阿 拍他个饥饿如草 而且关键啊 关键可能就是 我就是单纯的拍马屁 只拍马屁 不谈条件 就好像微信拍一拍一样 就是徐志胜拍了拍您的马屁 然后走开了